各位好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组理合一 有一个很悲哀的事实 就是基督徒是一群爱各自为政的团体 从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 跟正教的派别分裂再分裂 真是没不胜去 光讲尽兴会这个宗派 在美国就有250个以上不同的派别 当然我们可以说 不同的派别说明了神的伟大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它 我们也可以说 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 人的本质就是要分 好像夫妻男女不同 要努力才能够合一 但是不同不是问题的真结 如何处理不同才是 在以弗所述第四章 头几节经文 让我们看见 基督徒合一的原则 首先要清楚我们与世人不同 不能够照着世人的观念 做法去讲究合一 因为我们是被神召唤出来的人 我们只能照着神的话去行 第二 我们必须谦虚温柔忍耐和爱心彼此接纳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基督的身体 纵然我们有许多不同的部分 但只有一个元首 凡是读信圣经 接受主要信仰内涵的人 好比说使徒信经 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都是一家的人 我们只能够彼此包容 第三 合一不是感觉 而是理性中的决定 是需要用决心去保持的 有的时候我们说话 彼此伤感情 就很难接受对方 但是已经是同为一个肢体 我们要相信 圣灵会帮助我们 把我们带到一起 任何逃避冲突的态度 都是不对的 但我们要保持彼此之间 有不断的沟通 第四 合一是认定 我们是一体 一灵 一旺 分开就是杀害了基督的身体 区别 区别就是违背圣灵的感动 离间就是割断天赋未来的计划 在基督里 我们只能够不断的追求合一 第五 合一是宣告 我们是一主 一信 一喜 向神宣告 我们只有一位主宰 向魔鬼宣告 我们只有一个信仰 向世人宣告 我们只有一个洗礼 唯有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去意存统 最后 相信天父 是借着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而且是住在我们里面 即便我们有真执 但是我们也可以放下自己 因为祂能够改变我们的心 最终把我们带到一起去 因为追求主内合一 是我们一生要努力的 愿神帮助我们 在这样一个分分分的世界中 我们能够为主合合合 谢谢 担心 卖 �6 sept